大家好 今天介紹的一個戰術叫做 Give 42 Punch 那這個戰術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開後門的戰術 是由1號球員宣傳給4號球員之後 2號或3號球員再從5號位置或1號球員的前面繞出來 然後再做一個空切的一個動作 雖然這個戰術本呢看起來好像他沒有做空切 但是實際上他是有做空切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狀況吧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Play Clarry傳給4號位置的Driving Green Camping Dwayne從兩個人之間繞出來 但是就要過去防守 所以Thompson外線有一個空檔 其實基本上這個戰術的一個質量是非常高 成功率是非常高 然後打到後面的話 你就會發現2號位置球員其實 控檔非常的大 因為基本上JR Smith會 在Camping Dwayne繞出來的時候 他會去做一個防守 所以 往往Thompson都會成為一個 絕佳的一個投射的一個機會 我們看一下這個Play Thompson又是漏掉了 所以傳給外線的Camping Dwayne 做一個三分投射 所以偶爾來 來個一兩招的話 其實讓對手摸不到頭緒 這個就是 就要過去包夾 他如果沒有去包夾基本上 Camping Dwayne是兩分入袋 他如果去包夾 Thompson就是有空檔 那這一球Camping Dwayne有一個上籃的機會 KD如果有上籃或灌籃的機會 第一個優先選 一定是Camping Dwayne 那這個是Camping Dwayne Camping Dwayne你可以指揮他 到外線做一個投射 或者是等他繞進來的時候 再做一個上籃或灌籃的動作 那大部分的空檔應該是 Camping Dwayne會比較大一點 這球又是KD的一個空檔 所以2號為止球員 3號為止球員都有一個非常大的空檔 不過這個戰術要常常練習 大家要常常練習 讓自己去熟悉這套戰術 什麼時候該傳給什麼人 這點是非常重要 今天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喜歡的按個訂閱吧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